哈喽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生活在芬兰的凌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语言课的一些日常 很多人很好奇说我们去念的这个语言班 它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些补助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会告诉大家 它可以去申请一个怎么样的补助 还有可以拿到多少钱呢 Let's go 其实这个视频我上次我已经录过了 因为呢,我就没有写字幕嘛 然后讲的也不太清楚 所以就有很多人问 所以我就把那个视频给下架了 我现在再重新拍一个 我最近不是去研班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班 因为我去的那个班 我一开始去的那个班是A0级别的 他们是从第一章开始学的嘛 然后我现在去换了另外一个班 我去申请了换班 换了另外一个班 然后那个班是从 他们已经开学四个月了 五个月了 所以他们就已经写到第九章了 所以我过来之后我就跟着他们学 其实我就是刚好就是在那边待了一个星期五天 当然其实我感觉对我来说还不是很难 这边的上课的话 它是每个星期有一次的测试嘛 然后今天他就考试了 他这个可以考这一个星期 你学的是什么 那个考点 然后这一次他这个 第九章的内容 他是他的 考的是什么呢 我跟你们讲一下 然后 写我写了 然后第一个 第一个题他就是考那个对话 然后就让你跟人家对话 口译 提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可以帮我的妈妈 什么什么的 反正就是用一些专用的词语 然后去礼貌的去提 让别人帮助你的那种 那种机制 对 第二题他是选择体 就是选择正确的体 正确的形式 然后填入那个句子里面 这个也不难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写单词 他也不用你自己单词 他已经给出了单词给你 然后你就要把那个单词 按照各种人称 然后写正确的形式 填在空格里 写在空格里就好 而第四题呢 就是连线匹配 然后就是匹配 各种匹配 然后第五题是阅读题 阅读加回答问题 第六就是写作题 他就是今天考试写作 就是让你写一个 短信 它不长的 但是比较短的 写一个短信 说你要邀请你的朋友 过来你家 开party 然后你要告诉你的朋友 什么时候开party 地点在哪里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写作内容 第七个他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都是在那里 学那个动词KPT 然后他就是整一个页就是给出了七八个 还是七八个吧 然后你们要把那个七八个动词 就是遵行KPT的原则 把它正切的变形 然后自己造一个机子 就是这样子 整张事件就是这样子 我感觉就是还不太难的 还挺简单的 对 好的 讲完了就是我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课程的日常之外 我们就继续聊一下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去念这个以言班 有没有补助可以领 就是很多人会说去读这个以言班 会有一个以言补助 怎么说呢 它其实不叫以言补助 它其实也是失业经里面的一种 它失业经的话分了两种 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网页 它里面就有介绍 这个就是它分来的一个失业保障 如果你是交了失业保险的话 一般我们就是可以去领这个 失业金 就是失业的基本保障金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边工作过 没有交过这边的失业保险 所以我们领的就是另外一个叫做市场 劳动市场补助金 就是这个 只要你在T1办公室注册成为了失业者 然后就可以去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说永久积留 就是你有合法的积留 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保险 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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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你不去上研班 你也是可以领取的那个钱 但是如果你去上研班的话 他会能够领更多的钱 他有另外的一个写洗津贴 写洗补贴 上课一天会有一个14.29欧 然后再加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他没有写就是另外的5点多欧 反正加起来的话 一天就多了一个14.29欧左右 对我这样说可能不太明白 那我们就说一个月一个月 如果我们去上课研班 然后加上这个课研津贴 就是歇息不住 我们可以拿到多少钱 就是我们因为它是只计算你工作日 就是周一到周五 你周末它是不给你发这个钱的 所以呢你就是一个月 我们二十天计算 就四个星期去税 百分之二十的税 可以拿到八百六十欧这样子 对 只要你T1那边 你没有去登记事业 然后给你安排了这个语言班 然后你都可以拿到一个月八百六十欧的 对 但是的话如果你上课 你经常旷课的话 他就是如果你旷课三天以上 无故旷课三天以上 他就会停止 停发这个东西给你 对 所以他还是有要求的 他不是说 你上课可以忽忽混混 这样子 你爱去就去 不去就不去 不行的 对 你要按照他的要求来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他其实 这个课程的话 他是看每个城市不同的安排的 像我们这个城市的话 他是直接给了一年的培训时间 对 所以他是持续一年的 那这一年你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呢 那就看你自己 他并不是说你去读了这个语言班 因为有人问我说能不能达到CE水平 老实说能读完这一年 能到B1.1 就是非常不错的 对 这我们老实说的 是 如果是你要学更多的话 那你应该去另外去报班 你去花钱 你去报更多的班 就可以 水平可以往越来越高 一般的话 我们这个课他就是到B1.1这个水平 然后他就会让你去找工作 或者去让你去继续的去升学 比如说我们读完这个课 我们可以B1.1水平 我们是可以去申请工作的 我们可以找工作 然后可以去申请读一个职业学校 或者去读大学 读大学也是可以的 对 这个就是他让我们学研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去能够进一步的去接下来 你需要做一个铺垫 对 申请的话也是特别简单的 就是你们可以用你们的银行卡 就是银行账户去登录GALA GALA那个网站 然后那里 那里就有很多事项 然后你就选择失业 失业保障那一事项 点进去里面就可以去申请了 对 当然申请这个之前 你一定要跟你的提议的教练说 是 一般的话 他是可以补发三个页的 是这样子的 但是 我有去问我那边的教练 因为我之前说 我不会去申请这些东西 所以他是不给我补发的 如果我现在去申请的话 他就是按照最新的 这个页份给我发 他也不会帮我把之前的给补发了 就是这样子 对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提问哦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